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想对任何可能正在与灰心、绝望或无助感做斗争的人说话。 生活可能很艰难,我们很容易忽视通过上帝的话语提供给我们的希望和力量。 但我想提醒你以赛亚书41章世界中强大的真理。 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兼顾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在困难的情况下,这些话向我们传达了希望和鼓励的信息。 他们提醒我们,无论我们面对什么,上帝总是与我们同在。 他会刚强我们并帮助我们,用他公义的右手托住我们。 上帝的同在和力量也使我们能够做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 在以福所书三章二世节,保罗写道,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上帝的力量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有能力做我们自己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以实际的方式利用这种力量和希望呢? 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祷告。 当我们在祷告中将我们的恐惧和担忧带到上帝面前时, 他应许会垂听我们并回答我们。 在诗篇三十四篇十七节中,我们读到, 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就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在腓利比书四章六至七节中,保罗写道, 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祷告可以成为力量和希望的强大源泉, 尤其是在危机时刻或我们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 它使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忧虑和恐惧带到上帝面前, 并相信祂的主权和对我们的照顾。 获得上帝的力量和希望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祂的话语。 当我们沉思经文的真理时, 它有助于更新我们的思想, 并让我们对我们的环境有看法。 在诗篇119篇105节中, 诗人写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在罗马书12章2节中, 保罗劝勉我们,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圣经中充满了为我们可能面临的每一种情况提供希望, 鼓励和指导的经文。 当我们阅读和反思这些段落时, 它们可以帮助塑造我们的思维, 并给我们力量和勇气去面对我们遇到的任何事情。 但这不仅仅是阅读圣经或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也从其他信徒的支持和鼓励中找到力量和希望。 希伯来书10章24至25节告诉我们,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力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当我们与其他信徒聚在一起时, 我们可以互相鼓励和支持, 互相提醒上帝的真理和他的信实。 我们可以为彼此祷告, 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的奋斗和胜利。 这有助于建立我们, 让我们在挣扎中不会感到孤单。 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也可以成为希望和灵感的强大源泉。 我们可以看看那些面对困难环境并在上帝的帮助下渡过难关的人的例子。 例如,我们可以想到约瑟, 他被自己的兄弟卖为奴隶, 但最终在埃及获得了权力和影响力。 或者我们可以想想大魏, 他面对许多挑战和挫折, 但最终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之一。 在这两个例子中, 我们看到人们面对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 但在上帝的帮助下能够克服这些障碍。 他们相信上帝的同在和他的能力, 即使在最黑暗的环境中, 他们也能找到希望和力量。 我们也可以看看当代人的例子, 他们面临着艰难的挑战, 并在上帝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 例如,我们可能会想到那些面临严重健康问题或经济困难, 但通过对上帝的信靠找到希望和力量的人。 这些例子可以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 我们都可以通过上帝获得希望和力量。 我们不必独自面对挑战, 而是可以相信他的同在和他的力量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因此,如果您感到不知所措、沮丧或无助, 我鼓励您在祷告中转向上帝, 转向他的话语以获得力量和希望。 记住以赛亚书41章10节的话, 上帝与你同在,会刚强你并帮助你。 相信他的同在和他的能力, 相信他的良善和他对你生命的计划。 请记住,在上帝一切皆有可能。 愿上帝的平安与力量与你们同在。 阿们。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订阅、点赞并分享给其他弟兄姐妹或朋友, 以便更多人可以通过圣经的真理的这造就, 帮助和鼓励。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和消息。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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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